五七神龍市 台灣新聞民 哈囉 觀眾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胡仲信 我今天非常榮幸邀請到兩位好朋友 也是非常有傑出表現的第一位 彰化縣社頭鄉融會總幹事 蕭俊二 祝你 歡迎 謝謝 主持人 黃律師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好 感謝蕭總幹事 蕭在社頭大縣 有人說這個六甲死一半 死死 死董的死 社頭消了了 所以消了 化水也更多 第二位全國傑出農民協會顧問 黃文玲律師 歡迎 胡大哥 總幹事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黃律師基於他們的彰化相親 來幫忙行銷 我還是講三個觀念 我們這個節目是台灣唯一 介紹農業的節目 是唯一介紹農會的節目 是唯一鼓勵青龍節目 我們有幾個目的 你看 我們希望促進和平 台灣內部和平 兩岸和平 輔助農民弱勢團體 提膝拉拔青龍後進 更重要是農業 推動身心靈健康 我希望大家特別注意身心靈的平衡 第五當然就是地方文史 所有政治都地方政治 公民冷文教育 所以我還是強調三個觀念 謝謝土地 感謝農民 謝謝食物 他等一下我們要介紹 芭樂 蜂蜜 還有我們後日 要介紹三個青龍 來 我先請教小宗幹事 夏頭 元氣是什麼 什麼 現在我們叫夏頭 現在文靈來剖消 夏頭最大的農產品是什麼 來請你介紹請 好 謝謝 我們首先我先來介紹 我們食頭鄉的地理位置 我們食頭鄉山下路伊東 有八卦山脈 臨近就是藍頭 我們這個西邊就是臨近 我們的田尾湧進 南邊就臨近我們田中二水 經過張銀大橋就是雲林縣 北邊就臨近我們這個園林寺 這是最主要我們社頭鄉的地理位置 社頭鄉有一個非常幾世文明的口碑 就是食物化的故鄉 巴勒的王國 還有我們社頭有三多 就是食物化多 巴勒多 董事長最多 為什麼說這個董事長最多 因為食物化的故鄉 我們全國那個 不管是藍襪 女襪 在前台的話 百分之八十 都來自我們社頭鄉 所以包括我們現在的科技的進步 我們現在的襪子 有質碳 纖維的 這個樣式很多 所以我們歡迎大家 如果我們來社頭鄉 來參觀我們的 織襪的觀光工廠 還有我們的織襪工業區 這是我們的織襪的產業 另外我們有巴勒的王國 因為最主要我們巴勒 我們的歷史最悠久 從民國五十八年 我們就開始有這個 土巴勒的種子 另外我們山坎 遺棟就是我們的山坡地 我們最主要的這個產品 有我們的龍眼 還有荔枝 鳳梨 還有平地有我們的水稻 色頭蠔米 這都流水蠔米 還有我們的蔬菜 現在還有我們的青龍 因為現在青龍 現在大家都比較有智慧 對 所以現在栽培很多的 這些溫室的洋香瓜 小番茄 小番瓜 一些比較像蜂蜜 還有我們的菇類 這是比較年輕的 叫青龍 比較多樣化栽培的產區 這個社頭鄉大致上 目前的產業是這樣 好 是一個物產非常豐富 襪子多 巴勒多 董事長多 而且多樣化 包括這邊小陶壁 來 請教王律師 你出身是彰化 你對彰化 色頭的人文歷史 非常了解 是不是請你簡單介紹 他的人文歷史跟嚴格 請 我想色頭 剛剛我們那個總幹事有提到 其實我們是巴勒多 織襪多 董事長多 那剛剛吳大哥一開始講的 就是說 陸港是一半 色頭 繞了之後 其實聽起來很難聽 但是事實上是這樣 因為我們社頭鄉 織繡的大家一半以上 你看我們中幹事織繡繡 等一下還有很多為青龍幾乎 都是信繡 所以我們在說 可能在信繡的人 在社頭是化水的簡單 他們要誰當選鄉長 就是鄉長 這樣喔 所以這個人口 這個 鄉長的信繡 現在跟人口比較沒有那麼多了 對 但是過去是這個樣子 現在外來的人口已經慢慢比較多 算差不多三分之一 算三分之一 但是還是很多啊 對啊 所以他們這個信繡的 如果要決定什麼事情 對於社頭都是有幫助的那樣子 但是我們要叫鄉長什麼意思 鄉長 其實就是說 我們過去在清末的時候 那個我們叫做 紅雅族 大五郡 他們這邊的頭目住在這裡 所以他們是居住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叫鄉長 鄉長 就是這個樣子來的 所以在這個地方 因為它物產豐富 然後土地肥沃 所以我們剛才總幹事說 我們很多像芭樂 然後稻米 然後蔬菜 好 我八卦山那裡有龍眼蜜 還有那個龍 龍眼蜜 其實我們那裡龍眼蜜 是最好吃的 那個最香的就是我們那裡 真的沒跟你騙 胡大哥你不要笑 真的是最好吃的 最香而且最純的 在我們霞頭 他們龍眼蜜 就八卦山賣的那個龍眼 都種得非常非常的好那樣子 所以胡大哥後來有機會來那裡 但是還有一個重要 重點 因為現在高鐵 從我們這裡過 從霞頭過 高鐵彰化的田中站 其實跟霞頭就是在隔壁而已 我們那個高鐵那邊有 百萬的夜景可以看 所以胡大哥 下一次你要度假的時候 到我們彰化來度假 然後來看我們總幹事 來買梅子 吃肉 買襪子 不是買梅子 不是梅子 自己襪子 然後來吃芭樂 來看百萬的夜景 好 這個百萬夜景叫做 攝頭半山腰喝咖啡 喝咖啡 喝咖啡 百萬夜景 請總幹事來介紹我們這道 從萊芭伯 泰國伯一路路來 你簡單介紹好不好 來 芭樂 我們芭樂的王國 歷史非常悠久 雖然現在受益 我們的土地面積的因素 我們現在面積不是最多 但是我們的歷史是最悠久 我們從民國58年 就開始來種植 人家說土伯就是萊芭 這是土伯 對 萊芭 這真的看到 萊芭 從58年開始種植到71年之間 但是後來慢慢果銀 果銀的侵蝕 所以這個人要把慢慢就淘汰 用前進覆墓去 我們71年之後 我們還有引進這個泰國伯樂 泰國伯樂 現在泰國伯樂 現在已經接種了 找不到 這樣喔 一顆拿來像魚仔 像雲丹很大顆 後來就開始奠定這個 用套袋巴勒基礎 但是慢慢就被那個 20世紀巴勒來期待 因為那些20世紀的巴勒 它的果實和適合 它的甜度 又達到13度 所以慢慢讓這些巴勒果農 來成果很容易接受 我們也來期待 價格又好又脆 但是到那個 82年這個中間 有被那個利固病 前面的侵蝕 所以那些20世紀的巴勒 就前進覆墓 就整個 到85年以後 我們的政治巴勒 多個政治巴勒 我們的政治巴勒 就開始期待 這個就是政治巴勒 開始期待 政治巴勒它的果實 也失重 最主要就是它的抗病力 加強 所以要再品質也好吃 所以現在跟延續到現在 那個政治巴勒 那個農民都很容易接受 到87年到目前 又陸陸續續我們改良場 鳳山實驗所 又引進一些像 像水巴勒 還有水晶巴勒 水晶巴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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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那個帝王巴勒 那個帝王巴勒 新的品種都陸續出來 現在就讓那些巴勒果農 有比較多方面的選擇去栽種 這些品種都很好 我請教 巴勒它的營養價值 到底是多少營養價值 營養價值 目前來講是那個 那個 真知巴勒 它的 來 請介紹 真知巴 我先說它的 巴勒的營養價值好了 好不好 我們現在這個巴勒 可以說是它是 所有水果裡面 它的營養價值最大 一個水果 你看它的維他命C 這個是 我曾經在 在七八年前 有請農糧署 還有那個 中芯大學營養系 來做那個 營養分析 我稍微炒一下 有夠好吃 那是好吃 那是好吃 你怎麼做這個營養 台北要買這些巴勒嗎 你怎麼做的營養分析 就是用蘋果 奇異果 我當場開記者會在那邊做 那也營養分析 另外維他命C 一顆的巴勒 可以它的 維他命C可以抵擋 五四顆的蘋果 還有這個 四倍的奇異果 另外它的抗氧化也一樣 一顆的巴勒 可以抵擋七顆的蘋果 還有那個 兩倍的奇異果 另外 就是說 我們現在中集這個 大家都有在烤 那個 還有在烤那個香腸 那個亞硝酸鹽 那個亞硝酸鹽 那個 成分分高 那個 巴勒 一顆巴勒 可以清除 十八條香腸的亞硝酸鹽 所以巴勒可以講說 是最好 有最營養 最健康的水果 我聽說 我們做館長很愛吃什麼 巴勒 你心裡想 你一定是中華館長 一定專業推動 這個巴勒嗎 他最愛吃巴勒 我們家的便室 每天都有巴勒 這樣喔 他每天都要吃 就是由小桃來的 對對對 那小桃 因為它巴勒好像比較好吃的 就是八月到十二月嘛 差不多這個季節左右 中秋過後 中秋 日秋以後 到明年的三月份 就是最好吃的 平宿每天都有巴勒 都有巴勒 我們爸爸一定要吃巴勒 因為第一個就是 他就是有糖分比較高 他吃巴勒那個糖分 就不用那麼高 因為他是比較好的 那個糖分的那個 的巴勒 然後再來就是說 他也可以減肥 你知道剛剛 這個總幹事沒有說到 其實一顆巴勒 大概三百公克 才一百二十六卡 所以我其實也是 吃巴勒做飯吃 那個巴勒就是真的 他其實他的那個 非常好 不會傷胃 然後再來就是說 他那個什麼 也可以保護我們的心臟健康 因為他有高含量的甲 所以這個東西 都非常非常的好 吃起來 其實我 剛才看到那個土巴勒 其實感到非常的親切 因為我小時候 我看過 我們家 我們家鎮過 但是沒有這麼青 是比較 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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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現在已經都沒有辦法 看到那個土巴勒了 那現在比較好吃 好像是 珍珠巴勒 我們爸爸吃珍珠巴勒 跟紅心巴勒 那珍珠巴勒 跟紅心巴勒 紅心巴勒 好像 抗氧化更高 是不是 但是我們中華 做的這個珍珠巴勒 又比那個紅心巴勒 更好吃那樣子 所以 其實那個吃巴勒 真的對於身體健康很好 所以胡大哥也要多吃 我也是 我幾乎每天都吃 你每天都吃 對啊 所以他那個抗氧化又高 然後 鐵質 鐵質又好 然後又沒有 又有維他命C 這個真的太好的水果了 同時 這個攝頭香融會也推廣 也叫做 巴勒鮮滅 茶葉性 巴勒鮮滅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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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油調是什麼 那個剛剛在講 土巴勒 現在這個巴勒鮮滅茶 就是用我們的 土巴勒的 一心兩葉來製作 因為 在民國87年的時候 我們的這個 紅光祭司協院的團隊 來攝頭這邊採 這個土巴勒 這個葉子去做試驗 發現到 這個土巴勒 做新葉 來做這個茶 可以降血糖血死的功能 然後我在民國97年的時候 跟99年這中間 有跟亞洲大學健康管理協院 它做過那個產生合作 確實也印證 對人體這個血糖血脂的功能 有非常好的 特別向大家介紹 巴勒鮮滅茶 很多優點 還有一項就是燕燕 燕燕在社會也是大中心 對對對 我們農園 我們山下路 現在這個桂園 最主要就是說 因為它的產 鮮果的產期非常短 所以我們都鼓勵 我們的農民來做 這個烘培的工作 所以我們烘培 白年來 我們都是用最傳統的方式 就是從以前我們的草子 貼起來做這個背燥 然後我們用這個農園木材 直接去烘培 只要再經過高溫殺菌 再補成桂園肉 這就是我們現在的山下路 這個農園 乾跟桂園肉 文明 作為一個原因此地 你怎麼介紹 巴勒鮮 你也說中華營養最好吃 小桃營養最好吃 是嗎 我們中華的鮮 最好吃 因為 其實鮮 剛才總幹事在介紹 鮮冬 它用那個 豐培的方式不太一樣 所以很香 其實我以前吃鮮 都不知道鮮� 鮮鮭 那樣貴中 你知道嗎 人家吃米不知道米鮮 因為我一天說要去買鮮 我們百人說要吃鮮 所以我想說 那一包去 200塊你知道嗎 小小包的 想要媳婦那樣貴中 你知道嗎 人家吃米不知道米鮮 因為我一天說要去買鮮 我們百人說要吃鮮 所以我想說 那一包去200塊你知道嗎 小小包的 想要媳婦那樣貴中 因為它 烘焙過程 很費食 很費工 然後呢 他們不是 四天五月 四月 五天四月 原來如此 真的 所以很費工 那我實在說 鮮這麼貴中 因為 我爸爸在做館廳的時候 農民 大家都會拿在鮮 那裡 所以我們大家都吃不到 你知道嗎 有一天想吃 沒有去吃牛 買 這麼小包 200塊這麼貴中 就這樣 只能說原來它是很難製作 然後再來就是說 製作完了之後 其實它很香 所以他們除了那個 連鏡圓的桂圓之外 其實它 現在有做成連鏡的果肉 然後它可以泡茶 還有補氣 我們知道現在就是 早上就會泡一下龍眼乾 加枸杞 然後固氣 所以這個非常好 對身體非常好 好 這邊有一個 非常重要的搭配禮盒 來 加總幹事介紹 好 這是你的伴手禮 是不是榮委會 百大伴手禮 然後我們桂圓 如果用一般看的感覺很不起眼 但是經過我們把它包裝 設計了以後 我們農民辛苦種的桂圓肉 我們農會是前面收購 收購之後 我們把它做做我們的禮盒 我們把它付桂圓滿禮盒 就是用桂圓肉 桂圓桿搭配 也有用蜂蜜 也有用色桃蜂蜜 等等這些產品把它組合起來 過年過節是送禮 十位又大方 是最好的禮品 好 我們向大家推薦 這個農委會的百大 十大半熟精品禮盒之一 我們這一組富貴園滿禮盒 連續十一年都日顯百大精品 好 因為過年即將到臨 大家就直接上 社頭香農會的網站 可以團購 為您做個彰化線 我想你做過立法委員 令尊做過縣長 你很了解 社頭香它的農業發展 未來發展會怎麼樣 包括清隆 來 請你做結論好不好 我想現在 因為有很多的年輕人 其實在台北工作 或者在外地工作 其實要上百萬都很困難 如果說一個月月薪三萬的話 一年也才三十六萬 快四十萬而已 但是現在如果回去 我們這個社頭 或者是去回到彰化 去做這個清農的工作的話 像剛才總幹事在跟我說 他們現在一分的這個百大圈 可以賺二十萬 一分多 所以一家庭就差不多兩百幾萬 這個收成 所以其實對於一般來講 就是年輕人如果 就是在外地工作 其實也沒有在家鄉工作得好 所以我們也是希望說 有更多的年輕人 能夠回到我們的故鄉 回到我們的鄉樺 來從事這個農業的生產 因為現在年輕人 他們所做的農業生產 其實都有用高科技 用比較新的方式來做栽種 然後也讓這個 就是大幅的提升它的品質 那也更好那樣子 所以我們是要鼓勵說 我們像胡大哥 鼓勵我們的這個清農 回去回鄉去做這樣子農事的生產 我覺得這個非常非常的好 剛才中幹書 剛才我們的書 謝謝 謝謝 謝謝胡大哥 謝謝